不知道了有多少证明朋友关注这部队的事情,但是如果一直关注部队的话,一定了解部队流传着这样一封信,是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,这封信受到了部队所有人的欢迎以及关注。 这个规定要求必须执行,最重点的就是父母在生病或者临终时,在妻子临产的时候,在孩子考学的时候,只要没有特殊的任务,都必须马上请假回家。 对于没有做到这一点的,不但不会进行宣扬,还会进行品德的考察,而这封信出自陆军的司令员衡卫国,要求所有的官兵都要严格的遵守这样的制度。 这样使得部队充满了暖心的味道,拥有家的味道,而在部队中的很多官兵都拥有自己的家庭,都是尚有老虾有小的。 而这样家庭的顶梁柱在为国家奉献自己,因此,部队考虑的这些,才会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养老送中,养而培养国家的未来。 这个规定也让成千上万的人暖心不已,这也符合中国最美好的传统。